鄭壽文Semi演唱會舉行得如火如荼 你又有沒有打算去觀賞呢? 不過買票的時候就要小心買到假票 因為警方接獲多宗報案 說有市民在網上和表演場館外 買到假的演唱會門票 當他們進入場館的時候 被主辦方告知門票失效 並且確認該等門票為虛假門票 警方經調查後發現該等門票 模仿了官方門票的防禦特徵 包括紙質、字體、二維碼和防禦標籤等 我們也發現 在不同受害人的虛假門票當中 是印有相同的座位編號 由於這些門票的仿真度十分高 而編圖也會主動提出 在現場進行交收和驗票 而博取受害人的信任 警方經調查和分析後 上個星期五鎖定其中一名疑犯 並且在場館外當場將他拘捕 同時拘捕另外四名同黨 五名被捕楊介乎 由34至46歲都持有傷情證 他們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暫時獲獎保釋後查 案件交由九龍城區刑事調查隊 第八隊跟進 警方便提醒市民 不要輕信騙徒的驗票方法 避免向不明耐力的人士購買門票 以免待入騙徒的陷阱 ann租中